大家好,歡迎收看最新一集的我要做屋主,我是Cyo 經過第一次分享會後,反應非常熱烈 我決定再給大家更多資訊 今集就為大家帶來一些英國物業類型的介紹 很多時候我們在香港都會收到一些資訊 就是一些英國的一手樓 多數都是一些住宅,是一些宅宅 其實在英國來說,除了宅宅外 還有很多類型的物業我們可以選擇 今集就跟大家說說有哪些類型我們經常會接觸到 第一件事就是我們經常都收到一些宣傳單張 其實這種房子很簡單和香港的房子很相似 就是一個高樓大廈裡面有一個單位 上下左右都是被其他單位包圍著 也沒有花園 裡面的間隔和格局都是比較固定為主 我們一直會投資這類單位的做法 就是會在市中心買了這些單位 讓整個市中心的價值提升 這樣我們就可以賺到物業的升值 以及賺到租金 投資這類單位一般來說租金回報率 都是3.5厘左右 在這裏還未扣除一些洗費 因為這些物業來說 他們都會有一些 例如地產和公室的收入 一些公室的收入 因為它是一些租金權的物業 我們要付出地主的費用 扣除了這些費用之後 大約的租金回報率 就是兩厘多至三厘多 就視乎費用的多少 投資物業來說 其實一般來說都會比較被動 就是會等區域的物業升幅 去上升 物業就會升值 跟香港一樣 我們也很少在內裏 可以改裝得到單位 但如果要提升租金回报率 都可以选择转为服务宅 或者是Airbnb 第二类型的屋就是排屋 在英国来说排屋是比较多人去选择住的屋 一来它的尺寸比租金大一点 二来它的租金也不太贵 所以很多人会选择住 很适合一家大小 尤其是在英国的市中心以外的地方 可能用几百磅的价值 租到一间两房甚至三房的排屋 有个后花园很长 可以让小孩去玩或者自己种花 其实生活也挺好的 这些屋我们作为投资者都挺喜欢选择 因为这间屋的后边或者上面 都可以做一些加件 令到房子的实用面积会提升 而物业的面积提升了 价值自然都会提升 我们很喜欢拿这些屋来做一些改装 然后升值之后就去加按套 也可以在一间两房的单位 改装变三房 租金也提升了 价值提升了 作为一个投资者来说 我们也会赚多了 另外就是这些排屋 他们很多时候都是一些费用物业 就是我们有永久的地权 我们有永久的地权 我们有永久的地权的好处就是 我们不需要再给地租和服务费 即不需要给地租和服务费 变成了地的租金收入 全部可以自己去拥有 不用被人瓜分 变成了租金的回报率也回高了 第三种类型的屋就是一些半独立屋 意思是跟别人旁边的半独立屋 是分享了一幅墙 两间黏在一起 这些屋一般来说 都比排屋大一点 他们也会有前花园 侧边花园和后面花园 有些还有车房在旁边 生活空间就再大一点 这一类的屋在英国来说 很多时候都是一些人 是买来自住为主的 比较少是租来住 但也会有 但他们普遍来说 就喜欢买来自住 然后装修得很漂亮 我们投资这些屋的策略 都可以是把它买回来 然后装修得很漂亮 再卖出去 或者拿去放租都可以的 都有人会租的 而因为它的花园空间 亦都比排屋大 我们改装可以做的东西 亦都可以大一点 比如在屋的后面做个家建 家建厨房 或者洗手间 可以做得大一点 这间屋都可以做两层 多间睡房在上面 也可以在屋顶里再加多间房 有时可以多加两间房 甚至三间房也可以 物业的价值也会提升很多 而且这些屋 在后面也可以做一个玻璃屋 给一些住户在里面喝茶 去聊天 生活非常优质 这些屋也深受英国人的欢迎 第四种就是独立屋 独立屋 顾名思义 前后左右都是自己的花园 不会跟其他屋黏在一起 这些屋的私隐度非常高 非常适合家庭客人去居住 由于他们的尺寸也比较大 改装的空间也更大 有些人会将这些屋 由一间改变成两间屋 因为他们的花圆隧太大 可以将本身的屋隔离的车房 整个是改装做另一间屋 起多一层、两层 变成这间屋的价值可以加倍 是这么厉害的 只要申请到那个 我们叫做Panning Permission 是那个规划的批准 就可以去做了 这些屋我们多数都是 可以买到一些费用的回来 变成是永久的地权 如果自己买了一间 回来做自住 另外再建一间 拿去买给人 变成就可以套现 整间屋的价钱回来 变成自己就可以免费住一间屋 这条数据可以是这样去计算的 大家有兴趣的是 如果投资这些屋的话 就预免多一点点资金 因为这些屋的尺寸也会很大 价钱当然会高一点 所以适合一些 资金比较充裕的投资者去投资的 第五种就是叫做平房 平房主要的分别就是 它是单层的屋 里面没有楼梯 多数住这种屋的人 都是一些老人家为主 可能住在半独立屋 又或者是独立屋 但是他们 譬如小朋友大过了 搬了出去 只剩下两个老人家 他们就会选择 住在一些平房里面 也不需要上楼梯 小间一点 可能一房或者两房 他们会方便有他们生活 这些屋我们是可以去改装 但是由于客楼主要是 两个老人家为主 所以我们改装的必要 又不是那么大 但当然你也可以买到一些 可能比较残疚一点 便宜一点的屋 然后装修得很漂亮 买回一些新业主 可能他是想买一间很漂亮的屋 但他又不想自己去处理 装修这么繁复的事项 如果你装修好一间屋 卖给他 价钱亦都可以买得很好 分享会那里也有同学问 如果这些一层高的平房 可以多建一层出来 变成两层便很值钱 答案就比较难一点 因为本身这些平房 社区的规划 他们周围都是这些平房 如果你突然有一间是两层高 便会很怪 政府多数都不会批 所以我们预计都是 主要是在内部装修 令到他更漂亮的 买会比较合适 我们在香港 经常收到一些宣传单张 都是说一些一手的物业 其实一手物业 就主要是那些宅宅 那些为主 这一类的物业 其实改装的空间真的非常小 而且他们是一个 列号 以英国的专业投资者来说 如果买这一类的物业 多数都不会是买一手的 因为一手本身一来有日价 或者如果它是楼花 有机会都会有难尾的风险 因为英国的一手物业 楼花都其实有风险 因为有时候 例如在伦敦以外的发展商 他们可能是买一块地 回来 可能那块地未成交 已经开始去做宣传单张 印了出来 就是拿去销售 可能是小发展商 他们就为了囚集 这个建筑的资金 去买楼花 可能有些投资者 买了楼花 那笔钱 给到发展商 但可能起到一半的时间 资金又不速 所以轻件会变得难尾 所以大家收不到楼 就不太好 所以一般专业投资者 就算是投资一些宣传 他都会选择投资二手为主 那二手的宣传 会不会都找到一些笋盘 其实都会有 但也要注意一点 就是他们的年期 因为在英格兰地区 这些宣传是在年期 年期太短 也很难做到按揭 所以要跟地主谈 延长租赁权 才可以做到按揭 这是投资者要小心的地方 但当然 如果投资二手物业 我们选择多很多 刚才我以上介绍过 这么多类型的物业 在二手市场都随时都找到 如果你喜欢做改装 或者做分租 其实你在二手市场那边 找一些排屋 其实是挺好做的 因为排屋本身的价钱 不是太高 你就是选择适合 你想投资的地区 找到一些装修团队去帮忙 其实要做都不是太难做到 至于怎样可以买到 很漂亮的二手盘 欢迎大家参加我的分享会 因为里面会有些例子 教大家如何去找 一些投资的机会出来 还有里面也有些例子 教大家 装修前后价值的分别 如何去做加案 可以令到你回顾率提高得最高 还有在拍片的过程里 可能只是短短几分钟 未必能解答所有问题 所以大家一定要来到分享会 有问必答 到时可以和大家近距来接触 今集就是分享到这里 如果大家喜欢这条片的话 希望你给个like 和share出去 还有希望大家订阅我们的频道 有新片出来的时候 我们都会通知你的 我们下集见 卡路的英国物业房地产 上次的分享会非常热烈 都爆满 今次加推第二次 1月22日 会教大家如何创造秘道收入 找到高投资回报 喂 新的一年会学新的投资工具 其实Jonathan的MT4 和亚叶的期权 两个都是比较简单的 有个免费分享会 大家和大家介绍一下 余额都不多 下面的铁铁报名 我今年就会带老婆子女回加拿大 我的准退休分享会是免费的 会讲完我入行这么多年的心得 1月21日最后见大家 有兴趣 下面报名 新的年 希望大家一起继续进步 2020年 我们继续有不同的免费分享会 增值大家 我们有期权期指 自动程式交易 和房地产的免费分享会 有兴趣的话 下面的铁铁记住报名 今天茶序已经是几年难得一件 就是全部重锤出击 四只烟花股迎接牛衣的回归 会顶得多久呢 1月15日 这个茶序会和大家拜卖年 剩下百多张票 大家记住报名 近年底 我们也招聘人才 今次我们会加一个崗位 就是reception-admin的同事 希望你会见到这个的呼吁 去到下面的email 传给我们你的资料 希望大家 赞助我们的大佳城